我覺得那個真的不是一個新聞 其實我想說大概就是把自己的 故鄉的事情或者說自己所觀察 一些的那個狀況把它給這樣做 然後我今天開始我先講一個就是說 省事蠻安靜的形狀的 那有幾個東西大家先寫的關鍵看看 那這邊有三個 第一個寫作它不是記者方法 因為像我們如果說你在一般報索 你可能會有上過一個課 一個什麼WEH 然後什麼道書法 然後你開始都會被弄到卡住 然後他就覺得哇我要那個 所謂的新聞結構怎麼行 可是我一直覺得說 不管你是 甚至於不知道我們怎麼專業者 或我們非專業者 你一定要做我們一些房子 你會不會去拿下 因為你可能就發現很多東西都缺了 或很多東西沒用到我怎麼寫 可是我先跟你講 你會覺得那些東西後面會說到 那不是你的問題 而是因為你 你不是一個所謂正直記者 你根本拿不到那些東西 所以你會很難去把那些東西寫完 所以有些東西我覺得說先把它丟掉 第一個 你不要把自己說我要寫記者報 就是寫作 就是要寫一個議題寫作 然後這個東西其實我覺得說 它是一個是很唯心或很個人 你自己的觀察是什麼 我們像我們記者都會說 客觀重力啦 然後什麼要跳出來 然後要用比較高的程度去看事情 我覺得 某個腳步可能需要 可是我是覺得說 若是你個人要去寫一個議題寫作文 其實很多東西是你很 很心情的東西 它後面會有一個作用 然後第二個我覺得最重要就是說 你寫這樣一個環境的報章 它的意義是什麼 如果說你只是一個記載子 然後把一個 一場會議一個事件 然後就單單準準 幾點開始然後幾個人到場 然後把警察來舉牌 究竟大家來衝撞 那事情到處回家 那個東西就是在 我這樣講的時候 那個叫急流水渣 那個不是 對 我講說它還真的像是一個心理想 我把一個事情 就是人事死兵交代碼 可是它意義是什麼 那 這邊的話我也是說 你在專業媒體 往上面就出標籤 你要去這個 你要去切去寫什麼特律稿 如果在報告上這樣 特律稿你那個才可以 記者的想法 那電視的話可能還要什麼 那個叫什麼 什麼小專業等等 你才可以把自己的私訊丟進去 可是我覺得說 如果是我個人的話 你把那個東西丟掉 其實你一開始動你寫的東西 或者你想去講的東西 那個很簡單 那就是一個個人心理想的事 我想這是 大家先記住的一件事情 然後 所以我會跟你講 我會跟你講說 來這邊 我是這樣想 來這三個第一件事 就把這個心路 這兩件事 今天我們是要來 來學習的心理 我覺得沒有必要 然後 你的裡面 完全要奠附那整個心的行動 你可以假虛 他不要像什麼 假的 你感覺到什麼 或者你有什麼 感覺放進去 腦力 咪了 你對這土地 我這樣講 當你在寫一個環境 或在寫宇周遭 那個對你是有感情 比如說剛才那個 文字講說 我先到雲林去 我去雲林 可能就是因為工作群 我不會 我也不生長在那個地方 我對那邊有少許 其實某個程度上 我們講的客觀中心 或是聰明 那個東西 我講就很實在 那是對我們有幾個包容 所以老實講 因為我不懂 我就寫少一點 寫難難一點 然後寫得好像 沒什麼感情 為什麼 因為我根本不了解 那個我不敢多寫 多寫兩句 人家忙著抓包 人家忙著 人家說在這裡 幾年 誰跟誰怎麼樣 哪是你講 所以變成我退過來 我真的 我用一個保護方式 我寫少一點點 所以我覺得不必要 為什麼 因為你是在寫 你自己環境的事情 你對那邊的感情 絕對跟 所謂一個外來的 其實是不必要的 你從小生活在那個地方 像大家在看你自己的地方 就是有一些 有時候你也會看到 一些媒體 或者報導 在寫你 其實你在看的時候 你會覺得 你都不對 那個就是差別在這裡 所以你可以把你自己的感情放進去 你對那一個地方 對那個 對外面的一棵樹 對巷子口的一個 的一個攤位 那個都有你的感情 因為你跟他是有互動 有長期的活動在 然後甚至於 我覺得最高的經驗 其實我自己一直在選那個 其實我覺得說 那個報導 不是什麼說得清楚 你才記得 其實你最記得出的話 是你 比如說講阿曼一樣 他講的不是 你真的一輩子有清楚 為什麼 那東西太多的 就是一個 一個不管是文章 或者後面會講說 一筆像的東西 他有太多的觸手 所謂出手就是說 那個你沒有太多 太多那個 那個 感動你的情節 就像你比如說 我們這樣講 宮崎駿的電影 然後最近 好像最後一天要來之外 宮崎駿的電影 不管是肉貓 或什麼天空之災 你奇怪 那部電影很長 可是你會記得好多東西 接住 為什麼 因為那些東西已經是感動到你 然後那個東西 整個 整個東西就跟你的腦海 就是扣在一起 所以 那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他就是 他不是說能摸的 他不是說那東西是 硬邦邦的 他只是告訴你 一個 一個機械 工業化的年代 或一個機械 就他很多的情節 是把你扣除的 然後 甚至於 細微道 你去回想很多東西 你細微道是你跟那些小廠 比如說跟那隻龍貓 在那個 拿個傘 在那趕工車 是不是 就他有一些那種 感動的地方 那個東西就很奇怪 那個東西只要在你的心裡面 就是一輩子 所以我覺得說 其實這個裡面到後面 就是說 當你要去寫這東西的時候 其實 反過來 你要先看得到這東西 你先要有那個感受 你在寫出來 那透過你的理 或你的 不管是你的照片 或我的人家 其實才會讓人家 有一個眼睛在上面 所以 大概這四個 這個如果你拿去 給那些信用學老師 怎麼會假虛假意 然後假感情 還像阿嬤說不死 可是我意思是說 其實到後面 我會覺得說 當 現代的這種 所謂的網路書寫 或者是所有的中文 其實 其實就是要放這種東西 一定你不是記者 你也可以當個記者 甚至於你比記者更了解 那個地方 你和你把自己弄得 那邊 明明是一個那麼熟 那個地方的人 我不是問你那個 那邊那個 對啊 你對那邊那麼熟 然後你要把自己 裝成那種 我第一次來觀察 然後我這邊一個大的 然後我進去是你 然後我一定有 那個太歪 那個那個太 太狀況外 或者太 太臭屁 你本身對他了解度 熟悉度有多少 了解有多少 其實就該在你的 我們講作品 就在你作品裡面就開始 到你作品 好 然後 先播 就先講一些冷水 為什麼 為什麼說 記者有個門檻 真正有現實的 他的門檻在他 從光表器材就好 我們媒體是專業器材 一台一百多萬 我先講不要講完大家 就全部裹出去說 哇那邊就可 不是這個意思 我只要告訴說 其實你當你知道 那個分別的時候 你就知道說自己 我還該做什麼 那個機台 一台就一百多萬 我們出門是有專車接送的 如果說有那個就好 就是 像有時候自己也會 自己試了也會 我光去到現場 我要去 去停車我就會先拿 可是你在公司裡面 不是啦 有一個司機 然後開著車子 到我批包門就要下車就不去 你根本不就看你 什麼停車啦 什麼呀 我一邊到現台 我就緊張會抱我車子多 是不是 然後整個後面 不是 不是我們自己要緊 我們東西做完 不管是攝影 或者是簡介事 都會抱我緊 然後 雙門接待 我這個妹妹 我就該做最深的 已經超級之家 一個就要看你的記者的證 然後有的記者 但我們所有的記者 還可以 可以去見什麼書 賬什麼賬什麼賬 那你一般 你拿客人都不知道 你去 那客人 其實他很簡單 幾乎是一個人在工作 以後自己有時候自己 或許是 拍得很好拍 訪問好訪問 有時候回去 要緊的時候 就一個頭兩個 然後怎麼上一次 然後上一次 放一個月 這真的是很麻煩 然後可能 想要討這個時候 這個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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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現實 然後 騙戒 這邊又存在一個騙戒 如果我們講的專業 怎樣 非專業 有一個騙戒 什麼騙戒 對啊 他可以站在這裡 你民眾就存在這裡 甚至還有更多性質 在這裡 是不是 所以說他有一個邊界在這裡 然後 心態 我這很實在的話講 其實對於一先幾則明 他就是一個人在工作 他沒有那麼多想 他就是一份工作 一份對於賺錢工作 然後 甚至去他覺得是在做工 覺得好累 像尤其這次那個 這次農政那個818的事情 如果其實你的手腕 已經快要抓回來 我就覺得說 你為什麼要來這麼久 然後害我們 就每天 就定在這個地方 跟我們回家 甚至於 你一定要吃個蜂蜂的 然後 他跟這事情 他是完全 不是講公司 公司基本上不會這樣 那其他的 像商人看有時候 他覺得說 剛剛有什麼事情 甚至一看 剛剛有什麼事情 所以你就會在 在媒體上看到什麼 暴敏啊 什麼流血衝突啊 那天我覺得最好就是 有一個那個年輕人 爬牆 然後爬牆他的牆 是有一條 就 鐵柱 然後 那個腳真的插到 然後流一點血 就還能擦傷 然後就看到那個 電視台一個女生 就在那裡 誒 今天發生了流血衝突啊 然後那個 那個馬上很澄清 因為他在旁邊 剛剛就聽到他在講 我只有擦傷了 什麼流血衝突 是你知道嗎 一個小擦傷 他就把他講流血衝突 那當你這個事實在 電視機講出來的時候 人家想說 我們要是不是請在 你把你這樣弄得到 或者是誰把請在 推到受傷 問題是 他的心態是什麼 因為他根本 他沒有去想 這個東西的意義是什麼 或者 不要說想意義 你光現實的狀況是什麼 你就很簡單 一個民眾把握 你也剛剛不小心 什麼東西 有民眾受心傷 那你這樣的東西 變成民眾受心傷 變成流血衝突 那個意義的自殺 是不大 那這個差距在哪裡 那我就是 我只要能 我只要能把他報道出去 觀眾我聽到 有反應有刺激 那他就OK了 然後 你對個人來合演吧 其實我覺得說 其實很多人 其實你要去做 做很多事 比如說 很多東西 他不是單純 只是我想要去報 其實是跟你生活 周遭 你也要去保護一棵樹 保護一棟老房子 或者介紹自己的房子 那個是心態不一樣的喔 這記得是工作喔 我這個 我這個 這個講完我就走 我去找下一件 下一個議題 下一件事 那個不是喔 你這個事情 可能這段一拆了 你就沒房子 可能這個 這個數拆了 對你而言 它是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業績經驗 所以那是完全不一樣的東西 喔 價值 你會 會去 我這樣講喔 其實像大家 今天晚上來 來上場的課 如果你心裡面 你也沒什麼的價值感 或者是被你抑制 你會挖出來 我覺得每個人心裡 一定是說 對於這樣的一個 不管是 工作行動 或等等 一定有自己 內心的一個價值感 相互註查 我這晚上 或者是 學唱歌 學琴 學看書 或是怎麼樣 你會來就是你心裡的一價值感 那個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東西 然後 重要的是 不寫會死 我講的意思 很多東西對你而言 就是那一股氣訣說 我想寫 然後怎麼寫 然後我才會想不上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大的 很大的一個差別 然後這在父母經費 這個意思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就是那種離島 中的離島 今天大家大概都去過 就是在澳湖 都要在澳湖 然後這已經差不多是2004年 89年 其實在後面有一個沙灘很漂亮 然後早期被 玩早期我們這邊 大概就是很早期的海邊 就是遊樂區 就是被遊樂區佔掉 其實你這樣整個台灣很早期 你我大概六七十年到現在 其實很多那個沙灘魚蛋 都是有那個遊樂區 都是有那個遊樂區 沙灘海水浴場 然後秋帽 都是有遊樂區 都是有人站在那個地方 那基本上 那個時候的人去站在 站在海邊 我其實講的都是很有 很有勢力的 因為 再早一點的話 可能到海裡 其實像我 其實到海境接觸 那個比較長一點 你大概知道 其實以前到海邊有很多的 超級對海派 是不是 有些地方你對海派 你就突然就看到海邊 就躲不出來 叫你把那個 照片散掉 以前是用管制 以前那個 台灣很多的地方 海裡是用鐵石碗 你們現在年輕人都會覺得 哇 哇 哇 其實以前不是喔 以前到 應該到八十幾 七 八十 零活八十幾年的時候 出海派 到後面才整個 不管是解嚴 或者說整個軍事管制 除了以後 那還變成是被自由警察